大家好,我叫谢志工,来自印度尼西亚 现在是成都中尧打写的一名老师 今天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快乐 今天还是教师节 这里也祝自己以及所有的老师 节日快乐 对于谢志工来说,今年的教师节有些特殊 由于当前成都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所以他只能和同学们云端相见 今年32岁的谢志工是印度尼西亚第三代华裔 因为长期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持特殊情节 本科学习临床医学的他 于2014年到成都中医药大学 攻读真酒推拿专业硕士学位 毕业后便留校任教 教授真酒英语和中国文化概念等课程 研究生毕业了以后 就感觉我写的东西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还想要写更甚了 所以我也是可以遇到了 可以得了这个机会 就可以人教也是很形容 真酒英语也是可以变成我们的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用英语就是可以把告诉其他的外国的人 就是我们的真酒有多么好 谢志工说中医在印尼很受欢迎 尤其是真酒 这也是他选择专攻真酒推拿这个专业的原因 而谢志工与中医药接缘 就是因为他小时候经常找中医看病 我是从08年第一次来到中国 对我来中国我的家人是非常支持我 特别是我妈妈 因为他对这个中医是非常 他也是可以说我小时候是推荐给我的这些中医 因为之前我也流鼻血的那些东西 他就带我去哪些中医 然后我妈刚好也得了这个那份室管接验 然后我每次回家的时候 会给他一些简单的操作的资料 就比如说艾舅呢 特别是我爸爸的一些朋友 他就是每次我回应你 他一旦他们知道了 他们就说 那谢老师你什么时候有空 就是可不可以给我们砸几个症 对于谢志工而言 学习中医药并非易事 首先要苦学中文 看懂中医药典籍 然后便是找人下手试操 你还没有扎给你的病人的时候 你肯定要先砸 就是先砸自己 之前我们在实验室 就是我跟我的同学 就是我砸他 他找我 第一次肯定就比较怕 当时已经习惯了以后 现在就感觉 比如说我有什么不舒服的 自己砸一两个针 就觉得比较好一些 随着中医药 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广 学习中医药的外籍学生数量 也在不断增加 谢志工认为 外籍学生学习中医药 首先要过的就是中文官 而自己也在摸索用外国人 更容易接受的语言逻辑 对中医药医理进行阐释 是因为很多我们中医的一些经典 它是用古文的 所以我跟他们说 你先把握一些中文 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技术 就是我可以用来 我接受的一些东西 用我的办法 用外国人的一些理解 传播给更多的一些 学生们 就是跟一些外籍的朋友 就是他们会比较相信 比如说从我的方式 从我的看法 从我的角度 给他们知道 中医药是怎么样的 他们会更比较 原来是这样的 很符合我们的逻辑 明镇 或计划 retired